被楓葉掌紅的樹林 這裡是北海道札幌 每年秋冬都會換上紅色新裝 獨特四季景觀 光是去年一整年 就有61萬台人到北海道旅遊 有很多層次 所以你感覺到很豐富 滿山滿谷的楓葉轉紅 美得就像浮風景化 每年9月到12月 是欣賞楓葉的好時節 96強正後 札幌附近的後真亭 卻大規模走山 頓時被土石掩埋 多數居民仍然心中不明 正渡六 札幌的安平亭 也慘兮兮 道路被震得像波浪般隆起 扭曲變形 許多道路都禁止通行 許多觀光景點 頓時變了重災區 恢復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是有些已經都是用紫仔子 自動發電了 強正重創北海道 尤其以札幌受創最嚴重 洞庭湖 圓山公園等地方都是災區 未來遊客要賞風 建議到成雲湖 大雪山公園等地方 美景依然不受影響 只盼北海道水電交通恢復 相信無敵美景很快就能吸引遊客 再來朝聖 記者 春言役 李玉涵 北海道報導 看起來 李玉涵 北海道